现在爱跑步的人越来越多了 台湾中部代表性的国际型城市马拉松赛 今天一大早在台中新市镇中心广场起跑 很多人全家一起来参加 早上五点多 天色都还没亮 台中新市镇中心广场前就已经挤满人潮 大家要来为健康而跑 加油 加油 台中市长胡志强出席名枪 由健身器材公司所主办的国际马拉松邀请赛 经过国际田径总会IAAF路线认证 也是台湾中部代表性的国际型城市马拉松赛 27国1万多名跑者参赛 还有500多位选手挑战生涯第一场拳马 我们是绕着我们台湾大道 然后跑台中市 我想慢慢的大家会了解说 我们这个城市马拉松会办得越来越有特色 越来越多人参加 除此之外还有三公里的区位组竞赛 不少人全家出动 还有人打扮成卡通人物造型 就连学校的公仔也一快出动 他这样子要跑什么时候 黑龙剑跑强身 未来还考虑在各地举办 让台湾成为一座运动党 记者台中综合报导